第四章 上肢的鸡筋膜单元 上肢的五个主要关节 各有六个鸡筋膜单元 总共三十个 每个关节在石状面 有两个鸡筋膜单元 前向和后向 额状面有两个内向和外向 以及水平面有两个内旋和外旋 现有的鸡筋膜单元 都有一个协调中心CC点 和一个感知中心CP点 本章将从如下几个方面 解释上肢肌膜单元 一 单关节和双关节纤维 二 肌肌膜牵引力的汇聚点 实量的CC点 三 在其他方法中 使用的与这些CC点重叠或相近的点 肩部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系统 就由两个阶段组成 一 肩胛骨和锁骨部 肩锁部 二 肱骨部 肱部 虽然这两个部分经常在一起工作 但它们的独立运动的特定肌肉 需要相当大的力量 来完成任务的肌筋膜单元 如前向 肘部 就配有大块的肌团 类似外向肘部这样 具有稳定关节的肌筋膜单元 则主要由筋膜和韧带构成 只有很小比例的西纤维 用于拉紧筋膜 肘部 肘关节的运动 通常只考虑始状面 前向和后向 内向和外向上的运动 主要起稳定的作用 并在绕骨头处有旋转成分 腕部 舌腕的内旋被认为是 旋前的组成部分 涉及持骨 绕骨的远端 并由旋前方机完成 外向 腕部的动作类似着翱片 但这是当前臂处于解剖学姿势时 绕色腕身肌处于优势发力时产生的动作 内向腕部的动作类似齿片 而这是当前臂处于解剖学姿势时 齿色腕曲肌优势发力产生的动作 例如 当一个人行走时 前臂处于生理位置 绕片和齿片 则成为组合运动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纯粹的单向动作 手部包括了五根掌骨和所有手指的趾骨 指 虽然有八块腕骨协同运动 但这些手骨也可以单独工作 手指的运动独立性 是由于肠肌肉从前臂肌肉中分离出来 并以特定的肌筋膜序列指于个手指 手指的协调运动由内部小肌肉的筋膜控制 分析筋膜结构可以理解 为何不同手指之间常常发生同步现象 手指的外展由骨肩背侧肌完成 这些肌肉由手的背侧身筋膜连接起来 手指的内收由骨肩掌侧肌完成 它们都与深层掌筋膜相连 手指抓握是一个运动组合 由前向和内旋运动构成 手指张开是一个由后向和外旋运动构成的运动组合 一种更科学地展现每个肌筋膜单元 肌调中心位置的方法 就是描述各种肌筋膜矢量的形成 为了这样做 有必要描绘出每个肌筋膜单元肌膜的缺切谋点 这些谋点顺着浅层和深层肌纤维 相入肌筑膜和肌内膜内 但是临床经验表明 最好描述每个肌筋膜单元的解剖参照点 这样有助于治疗师对肌筋膜致密化进行实际检查 肌筋膜单元感知中心CP点的位置 在这里没有被详细描述 因为它很容易根据肌筋膜单元的名字推断出来 例如前向公骨 前公骨肌筋膜单元的感知中心位于肩的前部 前向肘部 前肘肌筋膜单元的感知中心位于肘的前部 助手臂保持解剖学姿势 以此类推 第七章有三个表格 表七至九 射击患者提到的全身所有阶段中 较常见的疼痛部位 这些部位对应肌筋膜单元的感知中心 一旦人们接受了疼痛时身体发出的 提示肌筋膜单元的功能障碍的警告信号这一理念 就可以容易追踪到任何关节疼痛所涉及的协调中心 例如有个患者主速走前部疼痛 筋膜治疗师会对前向肘部 肌筋膜单元的CC点进行治疗 通常CC点不会自发疼痛 但是由于它们位于肌肉内 在运动中伤害性感受剂 不会被拉伸或刺激到 协调中心CC点 与其他治疗方法中所用点的比较 选择说明CC点 针灸穴位以及触发点 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是为了方便使用这些点治疗的治疗师 也是为了证明这些相同的治疗点 源自数千年 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手法治疗 后面 随着对融合中心CF点的研究 我们还将CC点与塞尔克斯 和慢的手法治疗区域进行比较 有时针灸穴位和触发点 与CC点完全一致 而有时则不然 原因有以下几点 针灸穴位具有特定的位置 但是由于损伤或某个姿势不正确 渔穴的位置因人而异 针灸穴位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功能 也不总是位于组织中同一个深度 位于基附那些穴位 相当于阶段性CC点 而位于肌腱的那些穴位 则相当于CF点 阶段性CC点可位于肌肉的运动点 神经进入肌肉的部分 附近 也可位于神经肌肉接头的中板附近 多关节肌肉的神经肌肉 中板可以有很多 有时有必要在进入筋膜层之前 先在皮肤层处理CC点 深层纤维化过程 可以将胶原纤维延伸到皮肤层 与CF点相对应的位置被塞尔克斯用来治疗肌腱和韧带 这些CF点通过支持带和高尔基腱剑剂来管理运动 因为骨膜表层与筋膜相连续 所以骨膜刺激点有其特有的治疗效果和牵涉痛特征 这些点经常与CF点相对应 是因为支持带可以相入骨膜中 当一个基建单元管理复杂关节 如手指或多个关节如胸椎或颈椎等 其中的CC点常对应两三个针灸穴位 这种情况下 CC点不再是单一的点 而是延伸到了一个更广泛的部位 上肢前项运动肌筋膜单元 前项肩前肩的肌筋膜单元 ANSC 肩甲骨的前项运动 将肩甲骨向前下移动 由单关节肌肉胸小肌和双关节肌肉胸大肌纤维完成 这些矢量力的CC点位于绘突下的胸小肌肌腹 此CC点对应针灸中的中辅学 LU1和胸小肌触发点 前项肩前肩肌筋膜单元ANHU 肩甲骨的前项运动将上肢向前移最大达90度 由单关节肌肉 会公肌三角肌和双关节肌胸大肌锁骨部 胸二头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位于三角肌与胸大肌之间的凹陷中 胸二头肌短头上 此CC点对应针灸的 云门学LU2或齐学EX91 以及三角肌前部触发点 前项肘部前肘肌筋膜单元ANCO 肘部的前项运动 屈肘由单关节肌 公肌和双关节肌 公二头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位于公二头肌肌腹场 或哨片外侧 此CC点对应针灸的霞白雪 和公二头肌的外侧出发点 前项腕部前腕肌筋膜单元ANCA 腕部的前项运动 将手腕向前外侧移动 由单关节肌 母肠趋肌和双关节肌 饶色腕趋肌纤维完成 这些使用力的CC点 在饶色腕趋肌肌腹的外侧 此CC点对应针灸的孔醉学 和饶色腕趋肌的触发点 前项指部 前指 低筋膜单元ANDI 拇指的前项运动将拇指在始状面 向前移动 由单关节肌 母肠曲肌和母短斩肌 和双关节肌 母肠曲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位于大鱼肌隆起的外侧偏近端 此CC点对应针灸的鱼肌学 和母对掌肌 及母短斩肌的触发点 母短斩肌将拇指向前移 而不是向外侧移 上肢后向运动肌肌膜单元 后向肩 后肩肌肌膜单元 R1SC 肩甲骨的后向运动 肩甲骨在始状面向后移动 由单关节肌 大小菱形肌 和双关节肌 形方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靠近大小菱形肌肌腹 靠近两块肌肉的分隔处 如有分界的话 此CC点对应针灸的 肩中鱼学 以及小菱形肌的触发点 后向肩肩 后肩肌筋膜单元 R1HU 肩肩的后向运动 上臂在始状面向后移动 由单关节肌 大圆肌 附入在真甲岗上的 部分三角肌 和双关节肌 背阔肌 肩三头肌 长头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在真甲岗下方 三角肌后侧的纤维上 这CC点对应针灸的 闹鱼和三角肌后部的触发点 后向 肘部 后肘 肌筋膜单元 R1 CU 肘部的后向运动 伸直或伸展肘关节 由单关节肌肉 肱三头肌的内外侧头 及肘肌和双关节肌肉 肱三头肌 肠头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围于三角肌的附着点 肱三头肌 长头和外侧头之间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肖洛血 和肱三头肌的第一触发点 后向 腕部 后腕 肌筋膜单元 R1 CA 腕部的后向运动 腕背身 由单关节肌 起于齿骨的 齿侧腕身肌纤维 和双关节肌 起于肱骨的 齿侧腕身肌纤维完成 这些使用力的CC点 在齿侧腕身肌的肌肤上 在那里 起于齿骨的纤维 与起于肱骨的纤维混合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肢正血 和齿侧腕身肌的触发点 后向 背部 后指 肌筋膜单元 R1 D2 手指的后向运动 伸指的同时 齿偏 由 单关节肌 小指斩肌 和双关节肌 小指 伸肌 纤维完成 这些使用力的CC点 在小指斩肌上 位于第五掌骨基底 在这里 直升万身肌的 肩性扩展部 延伸到小鱼肌的隆起处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万骨穴 和小指斩肌的触发点 上至内向 运动肌筋膜单元 内向肩部 内肩 肌筋膜单元 M1 SC 肩甲骨的内向运动 内收肩甲骨 由单关节肌 前聚肌 和双关节肌 背阔肌 和胸大肌纤维完成 这些使用力的CC点 在叶涡纤维 建功 卵圆孔的内侧部分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鸳液血 和前聚肌的触发点 内向 肱骨 内肱 肌筋膜单元 M1 HU 肱骨的内向运动 内收上臂 由单关节肌 会肱肌 和双关节肌 肱儿头肌 短头和肱三头肌 长头的纤维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叶涡纤维建功 卵圆孔的 外侧部分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极拳血 和会肱肌的 触发点 内向 肘部 内肘 肌筋膜单元 肘部的内向运动 内收过程中 稳定肘关节 由单关节肌 连接肱骨和齿骨的 齿侧腕曲肌 和双关节肌 连接肱骨和腕骨的 齿侧腕曲肌纤维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齿侧腕曲肌 起点的 内侧肌肩格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氢灵血 内向腕部 内腕 肌筋膜单元 M1CA 腕部的内向运动 解剖学姿势时 手的齿偏 由单关节肌 齐子齿骨的 齿侧腕曲肌 和双关节肌 齐子腕骨的 齿侧腕曲肌 和小指趋肌 纤维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齿侧腕曲肌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是 灵道学 和齿侧腕曲肌 触发点 内向 指部 内指 肌筋膜单元 M1 DI 手指的内向运动 向中线并拢手指 由单关节肌 骨肩掌侧肌 小指对掌肌 和双关节肌 长肌 大小鱼肌的肌肉 指于此肌的建模上 先为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掌短肌 和脚趾趋肌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哨甫学 和骨肩掌测肌 触发点 上肢外向 运动肌筋膜单元 外向肩部 外肩 肌筋膜单元 LASC 肩甲骨的外向运动 肩甲带上体 肱骨外展 超过90度 由单关节肌 肩甲舌骨肌 下腹 和双关节肌 西方肌上型纤维 和胸锁乳突肌 锁骨部纤维完成 这些矢量力的CC点 在后西角肌上 位于西方肌 和胸锁乳突肌之间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天顶穴 和西方肌的 前触发点 外向 肱骨 外肱 肌筋膜单元 LAHU 肱骨的外向运动 上臂外展至90度 由单关节肌 三脚肌中部 和港上肌 和双关节肌 肱二头肌 长头纤维完成 这些矢量力的 CC点 在三脚肌上 大阶级的前部 港上肌 直点处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肩鱼血 和三脚肌 触发点 外向肘部 外肘 肌肌膜单元 肘部的外向运动 外展手臂时 固定 稳定 肘关节 由单关节肌 功劳肌 和双关节肌 绕策 腕肠身肌纤维构成 这些矢量力的 CC点 在功劳肌上 与外上科处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肘疗血 和功劳肌 触发点 外向腕部 外腕 肌肌膜单元 LACA 腕部的外向运动 外展和后伸手腕 由单关节肌 附着于 绕骨韧带上的 绕色 腕身肌 和双关节肌 附着于 胸骨的 两块 绕色 腕身肌纤维完成 这些矢量力的CC点 在两颗 绕策 腕身肌 肌腹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上的 上连血 和绕策 腕短身肌 的触发点 外向指部 外指 肌肌膜单元 LA DI 手指的外向运动 分开手指 由单关节肌 骨肩背色肌 和双关节肌 母肠斩肌纤维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第一 股肩背色肌上 就在覆盖 母肠斩肌基件 并延伸到 其他手指的 骨肩肌的筋膜上 此CC点 对应 针灸的 合骨絮 和第一骨肩 背色肌的触发点 上迟内旋运动 肌筋膜单元 内旋肩 肌筋膜单元 IR SC 肩胛骨的 内旋运动 将关节鱼的面 向前下方 由单关节肌 锁骨下肌 和双关节肌 胸大肌纤维完成 这些质量力的 CC点 在锁骨中段的下方 锁骨下肌肌肤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气护血 和锁骨下肌触发点 内旋 宫骨 内旋宫 肌筋膜单元 IR SU 宫骨的内旋运动 肩部向内旋转 由单关节肌 肩甲下肌 和双关节肌 胸打肌 和背阔肌纤维完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胸打肌肩肩下 会锁筋膜上 该筋膜延续到 肩甲下肌 此肌肉不能通过 手法直接触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天拳血 内旋 肘部 内旋工 肌肌膜单元 IR CU 肘部的内旋运动 摇骨头旋前 和单关节肌 旋前圆肌 和双关节肌 摇侧腕曲肌 和长肠肌 纤维管成 这些力的CC点 在旋前圆肌上 肘横纹 终点的下方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取则血 和旋前圆肌 触发点 内旋 腕部 内旋腕 肌膜单元 IRCA 腕部的内旋运动 下肢导关节旋前 由单关节肌 旋前方肌 和双关节肌 攻绕肌 绕策腕曲肌 和长肠肌 纤维完成 这些矢量力的CC点 在旋前方肌的近端 长肌 和绕策腕曲肌 肌肌肌之间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切门穴 内旋指部 内旋指 肌肌膜单元 IR DI 手指的内旋运动 这里考虑的是 手指 曲曲时射击内旋 而专卧动作组合 则在有关运动组合的 章节中分析 由单关节肌 隐状肌 和双关节肌 至长短曲肌 纤维完成 直接使用力的CC点 在连接隐状肌的 掌肌膜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劳工学 上肢外旋运动 肌肌膜单元 外旋肩部 外旋肩 肌肌膜单元 ER SC 肩颈骨的外旋运动 关节于抬高 及向外旋转 由单关节肌 前脚肌下部 和双关节肌 斜方肌上部纤维完成 这些使用力的CC点 位于肩甲内脚上 在这里 前聚肌的肌膜 汇入肩甲提肌的肌膜 肩甲提肌 涉及外旋径 和斜方肌上部纤维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天料学 和肩甲提肌 远端触发点 外旋 肱骨 外旋肱 肌肌膜单元 ERHU 肱骨的外旋运动 上臂向外旋转 由单关节肌 小圆肌 杠下肌 和双关节肌 至于肩甲肛的 三角肌后部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在杠下肌 和小圆肌的肌肤上 此点对应针灸的 肩料学 以及三角肌后部 或小圆肌的触发点 外旋 肘部 外旋肘 肌肌膜单元 ERCU 肘部的外旋运动 绕骨头水平的 旋后动作 由单关节肌 旋后肌 和双关节肌 至于绕骨粗龙的 宫二头肌 宫饶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位于来自 外旋肌肩膏的 旋后肌起点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天颈学 和旋后肌的触发点 外旋 腕部 外旋腕 肌肌膜单元 ERCA 腕部外旋运动 下肢绕关节旋后 由单关节肌 母短身肌 和母肠斩肌 它们与 旋前方肌类似 也附着于骨肩膜上 并在 指导骨肩延伸 和双关节肌 母肠身肌 和止身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在母肠身肌 和止身肌上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三阳落血 和母肠身肌触发点 外旋指部 外旋指 肌肌膜单元 ERDI 指部 手指的外旋运动 由单关节肌 引撞肌 和双关节肌 止身肌纤维完成 这些例的CC点 在骨肩背色肌上 背色肌膜协调 精细的手指动作 同时 手腕的筋膜协调手腕 与手指的强力动作 此CC点 对应针灸的 中主学 对应针灸的筋骨质 反正好 对应针灸的筋骨质